结婚当天 赵母娘当场毁婚 要求我出一百万出门前 才能娶她闺女 恋爱长跑四年的女友 向着她父母说话 后来 我当着她们的面 给了一百万 娶的却是她闺蜜 结婚当天 赵母娘将我们一行人 堵在门口 不让我们进去 没有一百万 我闺女是不会出这个门的 周围人发出一阵 看热闹的声音 是啊是啊 你家不是做生意的吗 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我笑不出来 爸妈 这个钱咱们之前没商量过 谁也没听说过 出门前这一说法 老丈人笑得和煦 今天再提也不迟 我们家就有出门前这一说法 可是 这一百万也太多了 我略有为难 赵母娘打断我 她代表的可是 你们家的诚意和态度 说少了 你们自己觉得合适吗 我紧皱眉头 要说诚意 我们家给的可够多了 38.8万的彩礼 我们家没有一丝犹豫 婚礼前三天 女友爸妈临时变卦 说彩礼在家六万 我们家也同意了 昨天又提出了 十万块钱的上车钱和下车钱 我们家几斤考虑 还是同意了 没想到今天来接亲 他们又狮子大开口 直接要求出门钱一百万 我是什么人傻钱多的大冤种吗 好几个女方亲戚在起哄 娶媳妇哪有不花钱的 你们家拆迁款下来 能没钱啊 她不是做生意的吗 别这么小气 我心里不爽 但毕竟是自己结婚的好日子 我陪着笑脸 低声下气地说 一定不会让女友受委屈 不行 我说 要不等婚礼结束了 咱们两家坐下来 好好地商量商量 不行 把狼团骑上阵 大家好说胆说 一点用也没有 兄弟们都无语了 发小大舟嘀咕 该不会是你对象的主意吧 我想也不想的就否认 绝对不可能 我跟女友从小就认识了 四年恋爱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这绝对是 她爸妈自己的想法 大家伙儿 把我拉到外头商量 你丈母娘这是铁了心的 要给你要钱 那也不能真让橙子 给他们一百万吧 这跟敲诈勒索 有什么区别 赶快拿个主意吧 要不然一会 良辰及时就过了要我说 别管那么多了 咱们直接抢婚得了 婚礼结束后 买点好烟好酒 老周再去道个歉 一番和计 我重新进去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询问道 妈 这个出门钱 我是必须的给的吗 废话 大舅子指着身后的门 不走 你别想娶我妹妹 行行行 好话赖话已经说尽了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真的不能再拖了 我给兄弟们使了个眼色 大舅猛地冲上前 把大舅子给压倒 其他人狠狠地冲上去撞门 丈母娘一惊 拦住他们 快拦住他们 五六个人瞬间将我们给推散住 撕扯叫嚷 现场乌泱泱地很混乱 我一身高定西装被扯得不像样 新郎领花也被拽下来 脸上也不知道被谁挠了几下 伴郎们衣服也是皱巴巴的 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门光荡地一下子从里到外被打开了 我把叫门红包一股脑的全都掏出来 递给打开门的伴娘梁静 跟我这边的兄弟团不一样 伴娘就一个 竟然是梁静 女友正穿着婚纱坐在床上 看样子也被这阵仗给吓到了 我急忙跟女友解释 你爸妈说没有一百万出门钱 就不让你出门走 我是真没有办法了 来 我背着你 咱们赶快走 没想到女友坐在床上 尴尬地说 要不你就先给他们吧 你们家不是刚拆迁吗 你什么意思 我有点着急了 她眼神心虚 不敢看我 我知道我们家提的要求有点多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了 我们家就我一个姑娘 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你们家条件好 就多多包容一下我们家吧 原来她一切都知道 但是我们家还不够包容吗 彩礼不用带回 嫁妆没有 她早就知道 她爸妈要在结婚这天 坐地起嫁 但是却不告诉我 她爸妈不容易 我爸妈就容易了 我看着面前的女友 感觉有点陌生 我家条件再好 钱也不是从大风上刮下来的 因为我娶你 所以你爸妈才不容易是吗 我生气道 女友心虚地低下头 反正你姐也嫁出去了 钱不都是你的吗 大舅哥不知何时挣脱了 一下子冲了进去 把我推倒 我踉枪了几步 直接摔倒了 眼镜跟手机全部都掉在了地上 大舅哥一把抓起我的手机 踩在脚下 把我的眼镜踢飞 女友着急喊道 哥 你干嘛呀 我阴沉着脸问他什么意思 门外的兄弟们已经按捺不住的想要冲进来 没什么意思 给钱 大舅冲过来喊道 你们家是家姑娘还是卖姑娘 婚车已经在外面停了一个多小时了 老丈人板起脸 我把姑娘养这么大容易吗 你们还有理了 丈母娘更是历生指责 橙子 难道你爸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你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 把我们家门都撞成什么样了 大舅哥竟然直接说道 对 再加上门 家具的损坏度 一万块钱 丈母娘衣服趾高气昂的样子 女友低下头 漠不作声 忍 我忍 哥 我是一时情急 这个门的钱和家具的钱 我是一定会赔给你们的 别无了及时 先让我把如烟给接走吧 出门前 等婚礼结束 我们家再跟你们商量 行吗 求您醒好了 女友看样子 是想点头同意 丈母娘直接说 不行 羽方这边终于有几个亲戚 看不下去了 嫂子 别为难你女婿了 这一百万确实一时半会儿 谁家都拿不出来 大喜的日子 别弄得那么难堪 不知道什么话 又惹到了丈母娘 她直接站起来 指着手指头骂我 怎么就拿不出来了 你家前段日子 给你姐过户的房子 我都不想说你 更何况 谁不知道 你姐不是亲生的呀 给一个不是亲生的女儿 过户房子 也不知道你爸妈怎么想的 你姐离婚了 还好意思往娘家跑 不知道你要娶媳妇了吗 婚礼上有她 也不嫌晦气 周围人一片安静 谁也不说话 只有伴娘良静 说了一句话 阿姨 够了 今世如烟的好日子 何必弄得不高兴 新郎爸妈 估计都等着急了 够什么够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丈母娘话风一转 今天不给出门钱也行 你得给我立个字句 你们家的门事房 得写我们家如烟的名字 出门钱 一个星期后 得打在我的卡上 伴郎宋轩直接说 你咋不去抢 这话让丈母娘颜面扫地 她干脆恶狠狠地说 你们既然不给我立字句 那今天就别结婚了 如烟不嫁了 你现在马上自己回去 大舅哥心灾乐祸地看着我 那意思大概是我看你怎么收场 其余众人面面相觑 大概谁也没想到 她能说出这种话 我深呼吸 想冷静下来 让我现在拿一百万 我做不到 我询问女友 是不是因为我们家拆迁了 你们才做地起价 大舅哥满不在乎 是又怎么样 给你离了婚的姐过户房子 都不知道给你老婆 过户一套房子 你们嫌弃我姐离了婚会期是吗 我与其很平静 对 丈母娘看我不说话 面上得意 你走 你也不敢走了 怒火蹭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大舅赶紧拍我的肩膀 冷静啊 冷静 我二十多年 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时刻 这么屈辱的时刻 女友一会看看我 一会看看他妈 一会看他哥 始终不说话 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有人敢替我做决定 兄弟把电话给我 电话那头是妈的声音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手机我也打不通 女友不停地在跟我识眼色 看样子是想让我跟爸妈他们商量商量 我与其平静 马上就回来了 等我回去给你们仔细说 丈母娘看我这样子 以为是我想好了 立刻露出满意的笑 想好了就可以 你把钱转给我 还是转给他爸 那个家具损坏的钱 回头再给也行 房子记得过户 大舅哥咧着嘴笑 老丈人立马拿出手机 说要给我发银行卡号 兄弟们看样子都记得不清 也不能多说什么 等等 谁说我要给钱了 所有人都争愣住了 我最后问一遍女友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女友表情纠结 一直在流泪 但是却始终不动 我懂什么意思了 我招呼兄弟们 今天辛苦大家了 咱们先走吧 丈母娘说 走 去哪 如你所愿 这个婚我不结了 丈人大吃一惊 你什么意思 你说不结就不结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大舟 你来真的 你们全家都拿我当冤大头吗 我姐离婚 我爸妈过户房子给她 关你们什么事 我们家是少你们家彩礼三斤了吗 各种各样的仪式 我们家都没有少给你们家吧 酒店钱 婚礼钱 我们家全包 彩礼不用带回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丈母娘还是死鸭子嘴硬 那又怎么样 谁家娶媳妇不花钱啊 你想白娶一个媳妇 想得美 事到如今了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 我平静地说 好聚好散吧 彩礼钱 请你们家退回 女友留着泪说不要 但我这次没有任何感觉 我好像不认识 面前这个人了 这次谁也没劝我 兄弟们和我就要往外走 约有他哥柳木 一个剑步冲上来 准备打我 梁静急忙过去 拽住他的衣袖 柳木气急败坏 一推嗓 梁静摔倒在地上 梁静是我和女友的大学同学 大学期间联系很频繁 学习上对我帮助很多 后来我跟女友在一起后 就渐渐地断了联系 来不及想太多 我把梁静扶起来 低声询问他有没有事 又站在他前面 冲柳木喊道 打女人算是什么本事 柳木好像抓到什么把柄似的 我妹子跟你好了这么多年 你说不结就不结 你算什么男人 原来你是外面有人了 你们这对狗男女 我气急了 你他妈别诬陷人 我不知道的是 梁静在我背后 看向我的眼神 是多么复杂 他妈拽住我的胳膊 不撒手 你不能走 我非常无奈 我们家给不起 一百万的出门钱 你说的那些条件 我也不能答应 你们家连我姐都不能尊重 女友她爸 过来唱白脸了 你姐毕竟不是 你们家亲生的 这在我们这边都清楚 谁都知道 你可得想好 你可是跟如烟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想得非常清楚 让我出去兄弟们 想要动手 但是丈母娘急眼了 你真有本事 竟敢威胁我 现在立刻给你爸妈打电话 我要问清楚 你们家到底是不是 娶媳妇儿的态度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赶出去 你这辈子都不想 见到我女儿一面 你们全家跪着上门 我都不会考虑的 我懒得跟他们废话 可是他们却堵着门 不让我出去 你们家开公司的 前段日子拆迁 就数你们家拿得最多 一百万对你们家算个啥 平时甜言蜜语地 对我妹说着 但我看关键时刻 你根本就不爱我妹 我强压着怒气 让她让开 不让真挺有意思的 刚开始不让我接新娘走 现在是必须得 让我继续接新娘走 不知道是谁 喊了一句 把门锁上几个暴脾气的兄弟 早已就忍不住了 大周率先喊了一句 我就没有见过 像你们全家一样不要脸的 哎呦 你说谁不要脸 我的心脏啊 约有他妈躺在地上 刷起了无赖 这样子吧 你跟如烟谈了这么久 我们也不为难你了 出门前我们也不要了 你们家出一套房子 过后到柳木名下 今天这个事就了结了 咱们继续举行仪式 你看这个及时 不也没耽误吗 约有他爸看着在打员场 一副好话的样子 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上了 就是就是 可别说我们不心疼你 女友他妈好像好了 立刻从地上蹦起来 我气笑了 我看向柳木 我就要市中心的那套房就行 不是过户给你解了吗 也不嫌麻烦 回门的时候 咱们再去办手续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柳木一副我占了 极大便宜的模样 凭什么 我又没有你这么大的儿子 女友他妈气急败坏 准备上手挠我 我们双方正僵持着 门口传来一道交集的声音 小城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其实都快耽误了 是我妈找来了 我听着我妈的声音 顿感委屈上头 我看向女友 声音极其严肃地对她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到底跟不跟我走 女友扭过头 一脸纠结地眨了眨眼睛 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行 我知道了 我爸妈养我这么大 就容易四年恋爱 直到今天 我仿佛才看清了她的样子 我妈看见我的样子愣了愣 略带埋怨 你们这是玩啥游戏了 弄成这样 一会杂举行一事 女友他妈直接瞥过眼睛 物理人的表情都不太对 柳木直接说 问你的好儿子去 谁家娶媳妇不花钱啊 想白娶媳妇 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大的脸 说这种话 大周将刚才的事情 简单地跟我妈说了说 我妈脸色不太好 但估计想着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亲家公 亲家母 咱们先让俩孩子把仪式给举办了 剩下的咱们两家人私底下再好好地商量 你看行不 我妈的姿态放得很低 他们全家人好像找回了一点面子 脸色变得好了起来 我们家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就给个痛快话 这个钱到底给不给 要是给的话 立刻把如烟给接走 不给的话 把房子过户 房子给你们 那不是亲生的女儿 都不给儿媳妇 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离了婚了 还来参加婚礼 都不嫌晦气 我妈的脸色有点不太对 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 这个钱咋给 是不是亲生的都是我的孩子 女友也觉得她妈说的有点过分了 脸通红 想拦着 妈 你别说了女友她妈甩开她的胳膊 你懂个屁 我直接打断我妈的话 商量什么呀 这个婚不结了 婚车司机原本都等得不耐烦了 在门口急得直按喇叭 却没想到看了这么一场大戏 我抱着瑞瑞 对司机递上一支烟 不好意思 让您看笑话了 司机说 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婚车司机 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家 接下来去哪 新郎 不 小伙子司机同情地看我一眼 他大概是没有想到 我在两个小时前还在车上 兴高采烈地跟他分享着我与女友相识相爱的经过 去婚礼现场 取消婚礼 我坐在车上 才缓过来一口气 大周在旁边默默地陪着我 阿姨那边你别担心 他们都陪着呢 我缓缓道 没事 让你们看笑话了 在酒店门口 我爸对我说 你自己想好就行 亲戚们都来了 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姐也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 眼眶红红的 我姐上前给我拍了拍衣服 我平复心情 对她笑了一下 我走到台上 看着台下的众人 有我的朋友亲戚 有我多年的同学 我的领导同事 和我爸妈的好友 所有人都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婚礼开场这么久了 新娘还没到 为什么女方的家人还没来 新郎的衣服怎么皱成这样 脸也让人挠了 我在一片惊诧的目光中开口 各位亲朋好友 很抱歉 让大家久等了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今天的婚礼不能举行了 请大家吃好喝好 现场一片哗然 很多人都是从外地赶来 特地参加我的婚礼 想为我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但是很抱歉 婚礼不能按时举行 已经预定的酒席 我会按时一一地退给大家 我深深地聚了一躬 我和爸妈一桌一桌地 给客人陪酒道歉 四姨都已经猛了 尴尬地站在台前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多年的职业素养 让她开口道 今天就当作是成家 宴请亲朋好友 这是我今天露出的 第一个笑脸 正在敬酒时 门口传来一阵骚动 鱼友穿着婚纱 妆都哭花了 气冲冲地冲向台前 对我说 程旭 你不想娶我了吗 鱼友他妈躺在底下 边哭边拍大腿 哎哟 可怜的女儿 你这个福星汉 你们全家都不要脸 结婚当天抛下我女儿 一家人在这里吃吃喝喝 我儿子都被你打进住院了 边拍大腿 边嚎叫 客人们吓得都不敢说话 客人们吓得都不敢说话 突然猛地站起身来 往我们这桌走来 在我们所有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将桌布狠狠地往下一转 满桌子的酒和水杯碗筷 顿时稀里哗啦的 全都掉在地上 我妈平时都不带跟人争吵的 气得脸红 全身发抖 说不出话来 我姐立马上前扶她 妈没事吧 你别吓我 装什么装 你们仗着有几个钱 欺负我们一家老小 活了这么久 还没见过 如此颠倒黑白之人 女友她爸 趁我们不注意跳上台 吃什么吃 都给我把碗筷放下 知道为什么婚礼举行不了吗 承煦复兴汉 婚礼当天一走了之 可怜我闺女就这么跟她好了四年 全心全意地对她 落得这么个结果 看着我她爸 在台上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我想我要不是当事人 或许我也得可怜他们 真无耻啊 四姨劝道 新娘爸爸 您冷静一下 有什么话好好地说 我好好说不了 今天他们成家 要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就从这跳下去 大舟忍不了了 冲上台 一个老不死的 你怎么不说你家漫天要嫁 威胁新郎 没一百万的出门钱 不让新娘出来的这回事 让新郎家给你大儿子过户房子 这回事咋不说 上车前 下车前 倒听说过 谁家听说过出门前 众人惊呆了 一百万他们家还真敢要呀 新郎去他们家门口 什么好话都说尽了 没一百万就是不让尽 我听说这家人的彩礼也要了两回 真不要脸呀 眼皮子真浅 我姑娘要是嫁到这种人家 我连彩礼我都不要 众人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无一例外都在指责他们家的行为 约有他妈还在插着腰为自己辩解 做父母的为自己的女儿多争取的保障怎么了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婚前把媳妇当作宝 婚后娶进来欺负媳妇的可不少 你们家大女儿不是离了吗 我还想呢 我们家柳木也没娶媳妇 也不嫌弃你们家老大带个脱油瓶 房子过户到柳木名下 不还是一家人吗 真是不失好人心 原来他们家打的是这个主意 你想都不要想打我女儿的主意 我爸气坏了 我妈拉起女友的手 如烟 你摸着良心问问 这么多年阿姨对你怎么样 约有低头不言语 小声地说了一句 好 可我妈说了 没嫁进去之前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只有钱实打实地拿到自己的手里 才是真的 彩礼我们家又不要求你带回我妈说 我爸妈养我不容易 他们先替我攒着我妈眼神变得失望 我的心也沉了下去 这些年不止我爸妈 我姐也都把她当作我们家人一样对待 可想而知 她现在说的话多么的伤人 柳木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冲上前就开始嚷嚷 谁不知道你们家刚拆迁 这只是对你们一个小小的考验 一百万对你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好听话说那么多 我看你们根本就不看中我妹 再说了 亲上家亲又怎么了 把房子过户给我 我们不还是一家人吗 我又不嫌弃你姐 我一股火直冲头顶 立马想到他妈刚刚在台上嚷嚷的那些话 大周冲上去直接挥拳 我打死你个不要脸的 兄弟们直接把柳木控制住 让大周打他 思议在台上面劝架 女友他妈冲上去抓住一个人就开始闹 他爸捂住心口直说心脏疼 台下的人一片骚动 又有人报警了 我想这绝对算是我人生中最奇异的经历了 在结婚当天 大喜之日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的警官尽管见多识广 或许也没有见到这种场面 结婚当天全家人都进了派出所 警官得知了事情原委 也颇感无奈 但毕竟是家事 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有一个年长的警官问道 你们是看不惯你女儿过好日子吗 我们一家做完笔录 等着大周出来 四姨在派出所门口说 我干了这么多年 头一次在婚礼当天进派出所 人家新郎他们家已经够看中你女儿了 三家商铺名都准备写你女儿的名字 就准备在婚礼上宣布呢 你安的什么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他们家 过来的肆意叹气摇头 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 昨天彩牌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好了柳木非常震惊 你说什么 约友父母好像被雷劈了一样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约友他妈立马换了一副神情 埋怨地开口道 你这孩子这么重要的事情 咋不提早说 大周在旁边插话 您也没有提前说出门前呀 我面无表情 约友他妈丝滑变脸 仿佛在里面的那个泼妇 不是他一样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事情就过去吧 你看那个商铺 啥时候过户呀 他爸对我爸妈一阵惨笑 我就知道亲家 不会亏待如烟的 都是误会 误会就不该听那死老婆子的 就是瞎胡闹 如烟跟程旭多少年的感情呀 约友看样子也很高兴 正准备轻轻热热地 挽住我妈的手 我妈向后退一步 女友低声说 妈 我爸妈脸色依旧很难看 仪式还没有举行 就先别叫妈了 女友遗症 约友他妈急忙将女友 推到我身边 仪式举行不举行的 都是个形式 咱们自己人知道就行 都是误会 女友窃窃地看了我一眼 我无动于衷 约友急了 她知道我生气了 我姐带着瑞瑞过来找我们 瑞瑞跑过来 拉着我的手 舅舅 走 约友他妈 像是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一样 对我姐喊说 成林姐 我知道错了 还有瑞瑞 瑞瑞不是最喜欢如烟姐姐了吗 快叫旧妈 叫旧妈呀 女友他妈在旁边说 我姐抱住瑞瑞 大周做完笔录也出来了 我们家受不起我爸说 约友他爸着急了 今天是我们的不对 跟你们郑重道歉 你们怎么怪我们都行 可是如烟跟程旭 这么多年的感情不能扔呀 可是关乎一辈子的幸福大事 实在不行 你们打我 原来道理他们都懂呀 我妈脸色为难 恨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但又觉得 他们说的话有道理 所有人都看向我 准备让我拿出主意 我轻声说 婚礼继续举行也行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女友他妈急忙点头 别说两个 二十个我都答应你 彩礼全部带回 商铺不再过户 女友爸妈瞬间变脸 齐声说 那怎么可以 女友也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法院见大周说 有本事你们就闹 再派出所门前闹 我可不介意再进去待着 就是你们的儿子 愿不愿意进去呢 期盼已久的婚礼 变成了一场闹剧 心爱的女孩 也变成了我不再认识的陌生人 回到家的时候 看见女友爸妈 蹲在我家门口 手里提着一袋苹果 亲家 我们特地带着柳木 过来认错 其实你看我家柳木 也是一表人才 也特别喜欢瑞瑞 跟你家成龄 也是挺般配的 真不如好事凑成双 看样子是不敢再嫌弃说 我姐是离婚的了 大周停完车上来 还敢他妈挖老子墙脚 那条胳膊 用不用也给你卸了 柳木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说 我们家的意思 已经很明确了 你们家我高攀不起 你女儿我娶不起 那你跟我妹 这么多年的感情 算什么 柳木说 还能算什么 算我们城市倒霉 碰上你们一家 大周无所谓地说 约有他妈装不下去了 苹果全都散落在地下 大嗓门地嚷了起来 话说如此 你们可别后悔 我们这次要是走了 你们请都请不过来我们 还有你别想再见到我女儿一眼 他们终于走了 我爸妈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也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他们 说要求退还彩礼 柳木在电话那头 吊耳郎当地说 可是你就告我 这钱就当作我妹的青春精神损失费了 这是我们应得的 我再次庆幸 没跟这一家人成为亲人 真够无耻的 我妈还是心软 要不 这钱就给如烟吧 如烟是个好姑娘 就是没摊上的好家人 好姑娘 我以前认为柳如烟孝顺 没想到是余孝 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在哪 我还是想提前告诉柳如烟一声 你爸妈口口声声地说 为了你 为了你 那个钱是都给你哥了吧 那个一百万也是问你哥要的吧 还有我们家拆迁 是你跟你爸妈说的吧 想得到挺美 要跟我姐结婚 柳如烟在对面哽咽着说不出话 依旧是那套说辞 我爸妈养我不容易 我也不在乎那点钱 但是这个钱 我扔水里听响声 都不会给你们家的 法院见吧 柳如烟没想到我是来真的 他们或许还想着我会后悔 求他们 法院的传票传过来的那一刻 他们才后悔了 多么可笑 爱到最后原告被告 约友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道歉 希望我能看在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 原谅他 柳如烟在我家车库门前堵住我 真的就不能回到过去吗 那些事情都不是我的主意 家财里 出门前都是我爸妈的主意 我知道柳如烟都快哭了 如果放在以前 我肯定就过去哄他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 我打开车门 分手吧 柳如烟边看着我的车走远 边哭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曾经我以为我们会是永远 在去法院起诉前 我特地找律师咨询了一番 看着面前的女生 我有点吃惊 梁静 我也顾不上寒暄几句 既然是她的话 事情经过她都一清二楚 梁静是我和柳如烟的大学同学 在婚礼上 又被造谣和我有关系 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那个啥 事情经过我也就不多说了 毕竟你也算是当事人梁静 只是一直看着我不说话 梁静说 官司基本不可能败诉 法院一般情况下会判决彩礼如须退还 否则就会强制执行你跟柳如烟不是朋友吗 我有些困惑 梁静说 你接这个案子 柳家人不会找你麻烦吗 不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更何况我有信心 她像是做了什么决定一样 深吸一口气 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你 那时候你跟柳如烟在一起 我为了多看你几眼 才一直跟柳如烟在一起 告诉你这些也不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想说 既然你单身了 我可要追你了默然听见这番表白 我有些尴尬 落荒而逃 十七 柳如烟他妈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哭喊 要钱我没有 要命一条 钱已经给柳木做生意了 我对他一点都同情不起来 人性的底线是法律 后来 彩礼被法院强制执行 他们家房子被拍卖了 两年后 柳木做生意被骗光 柳如烟一个人照顾着他父母 我和梁静结婚了 婚礼当天 路人都在说 新郎家给了一百万彩礼钱啊 人家带了两套房 五十万价装呢 柳如烟就在旁边听着这些话 五味杂陈 他不禁想到 如果当时没听他爸妈的话 现在会是什么样 全文完